HELLO,大家好,我是Hidy 看到這個背景,沒錯,我又在長洲 平時我們很悶,去鄰居家吃東西就有一天了 但今天我覺得有一點特別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所以我就打算拍vlog 因為我有朋友在長洲是做香薰治療的 所以我就約了他,來一個超舒服的按摩體驗 應該可以好好享受 另外就帶大家去這個隱世打卡位 就是我IG的post 給大家問到爆炸,不斷 DM我在哪裡 為什麼可以拍到這麼漂亮的日落 所以今天日落時間我會再去多一次 好了,我們不說那麼多了,出發 因為我朋友家裡有隻小狗叫做C-LON 好神奇的,Chopper是不喜歡糖狗類 更加不喜歡黑色狗 但是他認了C-LON做大哥 他是超級無敵,喜歡跟著C-LON 所以我們就要帶Chopper一起去找 大家看不看到我額頭的汗 整個人都濕透了 HELLO,C-LON,我沒有帶食物給你 C-LON 你找Chopper? Chopper,你不要偷大哥的水,有沒有 你幹嘛喝別人?我有帶水給你的 通常我的狗去別人家裡 就真的當自己家裡 這位就是我朋友Marie 她在長洲和韓國都有Workshop 做香薰油按摩 一個小時全身都會按摩 整個過程超舒服 所以我整個都要找她,輕鬆一下 好了,我現在做完香薰按摩 整個人超放鬆 我超喜歡那個環境 她那個Workshop是很自然的 真的要蟬有蟬 要雀有雀 圍繞著你 是很舒服 很舒壓的一件事 有隻狗仔來找我,是不是 Hello 好了,那我就帶大家去的隱世打卡點了 路線是怎樣走呢 去哪裏 我想從這裏出發 大家會更容易找到 怎樣去那個隱世的打卡位 剛才那裏就是 都蠻有名的島中方言 一間文青cafe 我們過了之後就向右邊走 來到一個位置 左手邊這裏 是會有一個斜路的 那我們就未到 大家可以看到這裏有個分叉路口 有很多單車的 現在呢 就向左邊看 會看到一條 很多雜草的樓梯 這裡 來到這個神秘的草叢樓梯之後 我們就一直沿著這裏 上山邊 我們的目的地 就叫做白曹灣 一會兒我們會攀石 走樓梯 去到沙灘 再捐到山洞 是不是很期待呢 好了 來到這裏 就是全程 我覺得最辛苦的一個樓梯 當然我們這隻狗 也真的有僑夫的 代保了 夏天來長洲 真的很熱 很厲害 上到盡頭這裏 就是分左右兩邊分叉的 我們就走右邊 現在其實這裏是不曬的 不熱的 但是這隻狗 也是不肯走的 你看 它是軟軟軟的 當我們來到這裏 分叉口 就有個路牌 上面呢 是寫著白曹灣 那我們就跟這個方向走 大家呢 可以看一下 這邊 就是海啦 哇 哈哈 哈哈哈哈 下到來呢 有個牌 寫著往五行石 那這裏呢 其實我覺得拍照也很漂亮的 大家可以看到我之前 有帖給我的IG 的 回去喝冷氣好不好 嘩 這麼現實的 你 只要剛好時間 大約五點半左右開始走 大家就可以看到這個日落美景了 好搞笑的 來到這個岸邊 是很多先人獎 還有大勞會 好像一些熱帶地區 一些沙漠地區 然後我們沿著這裏的梯級 下去下面 我們攀過這塊石 去到對面綠色那裏 就差不多終點了 不知道大家認不認得這個沙灘呢 沒錯 就是我拍那張 它有異景 吃水那張相片 這隻小狗呢 就是負責走一些容易的路 全部攀山攝水 爬高爬低呢 它都是有傢夫代步的 嘩 還要搖 上來會看到一個亭 這個亭 對著的地方 我們就是坐在這個位 拍這個日落 非常的浪漫 非常的漂亮 帶大家去完這個打卡位之後 就繼續我們的探險旅程 上次我們走到這個位 打算很簡單 很容易回到市區的時候 我們發現這裡 是要捐散洞 是要開箭筒才可以上回去的 這裡真的超窄 我上次以為這裡是張布仔洞 但是又不是的 這裡是另一個地方 看到嗎 我們就是要進去後面的山洞 其實開電筒的過程 大約十多秒左右 就可以重見天日 所以大家都不用太擔心 其實時間只不過 六點多鐘 我們就應該回家 洗個涼洗個頭 因為上去太熱了 之後才去吃晚餐 這一條路 就沒什麼特別的了 所以我不拍了 一會兒回家 再見 終於輪到我了 可以下妝去 等了很久 唉唷 我最近在用這個去洗臉 它就是日本Migland的 Clay Wash Corn Nye潔麵乳 它的主要成分就是天然濃脫肚 可以吸附污垢 適妨保濕成分 大家經常說我的毛孔很細緻 其實我選產品的時候 都會著重在毛孔修護 比如這一種的洗臉乳 它可以吸附毛孔的污垢 改善毛孔粗大 沒有那麼容易有黑頭的問題 我特別喜歡它洗完臉後 完全不乾不沸 它有很多其他成分 可以幫助抗染 以及做到保濕 它拿了兩個cosme store的獎 一就是人氣獎 基礎保養部門的第一名 以及洗眼部門的第三名 所以我真的非常喜歡用它 大家可以看到它不是全新的 我用了很久 已經用到扁了 真的非常好用 我現在就洗一洗澡 洗一洗頭 一會兒再做其他的皮膚 跟大家說一下我如何在這些 這麼熱的天氣 都能保持到毛孔的細緻度 好了我現在已經洗完頭 洗完澡了 在出去吃飯前 我還是要先塗一點護膚 首先呢 讓我先梳了 頭髮 Toner方面 我今天用BliGlan這個cosme Notion 其實cosme是一個滲透技術 可以有效把皮膚深處 然後穩定性高 有抗炎 有緩和刺激的效果 用完notion之後 我就會用精華 就是這款C Serum 它也是拿了2020cosme 人氣想基礎部門的第二名 大家沒聽錯 BliGlan這兩個產品 已經是霸了2020年cosme 人氣想基礎保養部門的頭兩名 是非常受歡迎的產品 這個C Serum 是一款維他命C美容液 也是一個萬能的精華液 它可以解決到很多不同肌膚問題 它的質地透明 流動性很高 每一次的用量大約10滴左右 它初開的時候 是會有溫熱感的 亦都是有cosme滲透技術 令到它7.5%的維他命C 可以更加發揮到最好的功效 而這個溫熱感 亦都是令肌膚更加容易吸收精華 但是大家記得要留意 如果你是日間使用維他命C成份的產品 因為它容易受紫外線影響 所以記住 記住要塗防曬 要塗得足 大家可以看到在這麼熱的天氣下 我逛了一天 戴著口罩 都不會焗到毛孔很粗 也做得很乾淨 你看到鼻頭是完全沒有黑頭粉刺的 其實今天跟大家介紹 這兩款BGlan產品 都是很受歡迎的明星商品 是很熱賣的 如果你本身用過 很喜歡用 或者你沒試過很想試的話 現在就有優惠了 只要你用我的優惠碼去買這兩款產品 都會有50元的優惠 我會把購買資料放在info box 大家有興趣也可以去看看 我自己覺得皮膚不夠好的朋友 當然要用一些產品去改善 但如果像我這樣看上去沒有太大問題 皮膚好像不錯 都不可以懶 你一定要勤力做好平常護膚步驟 維持在好皮膚的水平是非常重要的 特別是皮膚容易乾燥 很容易敏感 或者你會有抖抖肌的問題 毛孔粗戴 甚至乎現在夏天戴口罩 很多不同肌膚問題 都一樣你要做好平常護膚的步驟 希望大家都喜歡 今天這個護膚小分享 毛孔收護小分享 現在先不說太多了 我吹完頭就出去吃飯了 好餓啊 我不管了 我掃牙出去 最多待會不會影響 今天我們晚餐吃的 就是在海旁旁邊的peter's pizza 他很專注吃不同的pizza 有大又小 有很多不同的款式 走了這麼久 當然要啤啤它 針完之後 我們的pizza都來了 今天我們是吃一個 芝士Palmaham火箭菜的pizza 這裡是手工pizza 我覺得真的很好吃 大家來試一下 除了pizza之外 這裡還有雞翼 其實這個我覺得普通 不過不吃 我又覺得有點寡 所以每次都會叫 Cheers 喝完之後 我們就可以開始吃東西了 今天真的過得很開心 和很充實 也都希望大家會喜歡 看這類型的長洲Ford 不用每次來 都是吃大魚蛋和糯米茄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按個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禮拜都會上載兩條新片 逢星期六更三天 和星期日日更十二點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 小姐我想問你在做什麼 我在看水晶Live 我最近是超級迷上 買水晶的擺貼 嘖 應該沒有迷上我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快吃掉它啊